请香港精神 Hong Kong Earth Station 香港台 香港人主场 大陈志豪 游大冬 游大冬 我们真的可以做到风雨不改 因为为什么呢? 和我做的日子当中 你正在经历这些台风 也算是有一份特别的友谊 不说你多少岁 不过也祝你上星期过了一个非常快的日子 人们都会知道我是40岁的 不过大家说我不像就多谢大家 现在香港因为原规习港 在挂着风球 本来我上一个星期 试完咪法国之后 那支咪也是不行的 之后我们就积极另外第二晚再试咪 试了 厉害了 盧海鹏试咪之后就来了 又带公司咪 真真正正是用这个咪 用这个咪去录节目 因为在家里的原因 因为我们也要遷就一些位置 所以今天会有点暗的 大家见谅了 那我们就讲讲今集有些什么发生 好啊 我知道 首先两样东西都很讲的 《鱿鱼游戏》都可以讲 不过我还有几个兴趣 最近网上高就算海外 很多人在讨论这一出叫做交战 交战呢 真的有人讨论吗? 有啊 见到一些人不断发展出来看 还有他们的短片好看的 就是他们剪出来的批评 是令人 很有趣啊 他的剪法好像ERROR 以前那些时代那些 就是他们的宣传短片 就是里面的内容啊 小小啊 搭机器那里 很多短片滲出来 所以我看完之后我都很期待 结果出了街了 是 其实就星期日晚 刚刚过去的星期日晚 即是10月10日 晚上10点半呢 就已经在ViuTV上播了第一集的了 嗯 因为他今次的模式是有少少不同的 因为上一季 即是第一季首播呢 就是一至五横线这样播的 但是呢 今次呢 可能因为他们 你知道现在 我想其实ViuTV 是有少少想改变那个策略 因为呢 10点半和11点 因为由去年的全民造星开始 再加上有ERROR自肥企划 调教你MIRROR 七九星 其实呢 已经是令到那个10点半线 11点线 这两个综艺节目的横线呢 已经是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收视 就是可以最高可以去到五点 最低都有三点多 那比如像上一个星期的宵夜 烧到过了夜 就是梁祖堯那个 也有三点三的 那 那才令到TVB要变震了嘛 就是他现在呢 是一至三是一个节目 四到五是一个节目的 但是对我来说 就没什么特别的了 或者对很多观众 甚至可能根本都不知道 有这个这样的转变 Anyway 然后我之前也都说过了 真正的战场呢 其实就是现在开始的了 就是他现在这个超感应学员 播完之后呢 九点半就已经是不播剧的了 是直接播《综艺》 那就是播真人秀啦 那然后呢 就铺到去这个11月1号呢 就是会正式播《全民造星4》的 那然后呢 我也都想跟大家说哦 大家很喜欢的麦道呢 他现在很积极地赶时间 因为他现在说这几天打风 就是完全打乱了他的计程 他就是托賴 就是拜托求过天都要给那条生路 大家走走走综艺之神 求一下显灵 那他就 因为你知道一打风 排外景是很复杂的嘛 会很烦的 很多都要延下了 那他们就赶着 因为他也有跟我说 他这次拍的新节目呢 那个选程是比较紧迫的 那所以呢 他来着到底是否讲得及呢 就真的好看这一排的 那11月1号呢 都是会随着《全民造星4》 是同一日首播的 那其实就是 完全是强攻这个TVB的台庆月 那说就说没有大战而已 我就不相信咯 就是你正常 如果你真的没有大战的 那为什么又要把《全民造星4》 放在年底呢 肯定是有一些原因 因为和年底 通常都是一个 所谓全年的高峰 不是 和一年里面 你记得一年的开始 通常眨眼就忘记了了 你只要那个尾是好的 别人是记得好的 是的 但其实今年的ViuTV 都真的很精彩 好了 然后说回交战 所以呢 你交战如果你放在1到5 其实是很正常的 但他又竟然选择 放在一个礼拜天10点半 完全激烈的时段 因为他之前是播直播王的 一些外扣节目来的 那其实收视都一般 不是特别理想 因为Chill Club的收视 都是介乎在2.89到3.23 那然后呢 看回今星期的收视 竟然有些惊喜 那他的惊喜就是在于 因为交战一播了第一集之后 他的收视是3.9 交战S2 即是第二季 3.9 那以往呢 交战是1到5横线 就每一集半个小时而已 22分钟 他这次呢 是1个小时玩到尽的 是玩到尽的 那然后呢 那我就 而其实上一个星期 全部ViuTV最高收视的是烈火战车 播戏啦 因为台风嘛 那正常4点多 那但是呢 如果不计播戏 只是这只节目呢 就已经是最高收视 就是交战S2 那我就为了开麦 因为本来我都想看 那我就看了 头的十多分钟 那第一集就相当之等本 那个等本就是说 哇 竟然有商场 记住是商场 肯借整栋商场给摄制队玩 那到底是什么商场呢 就当然不是一般那些屋邨商场 也都不是四线商场 是铜锣湾的时代广场 哇 一级A级黄金地段的商场 是啊 竟然肯哦 好了 那我当然去问一问监制 哇 你这么厉害的 为什么你们这么厉害的 为什么可以有人愿意借那个场给你的 其实就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我们有个刑者 有个同学在里面做PR 然后呢 就得了 那当然了 有Edan 有Jeffrey BB 有岑家琪 是吧 我们现在看一张图 由左到右 左边就是肥肠 左二就是阿正 阿正就是903DJ Edan 接着是Jeffrey BB 接着就是阿爷爷 阿沈家琪 以及阿Hillary 刘佩恒的 那我觉得 因为《膠战一》 其实是很好厚悲的 所以他们六胶 所以他们叫陆胶 就是Plastic Family 他们其实Instagram也有很多粉丝 所以今季呢 他们那个厚悲 还要劲得有193 有肥仔 有Tiger 即MIRROR的Tiger 和MIRROR的AK 一起做嘉宾 因为两队对战 那样 而且Edan又脱衣 因为他有一幕不知道 怎样玩些游戏 故随为了要快些 让别人猜到 他要搭电梯 因为你知道Times Square有部电梯 是 他要给他队员 猜到不知道 他要脱衣 Anyway 那结果这个收视就是很理想的 他完全是直线飙升 那 好了 那反观十点半 到底TVB播什么呢 好了 TVB就是 我们先讲开电视 当天其实开电视 是在播这个欧洲国家联赛季军赛 意大利对比利时 他的收视都有3点 足球永远都有一堆 硬粉的贴粉 对了 那就正常了 直播播又不用钱了 对吧 好了 十点半 死了 《匪处台播什么》 原来是《勁歌金曲》 之前也说过 4月的时候 其实今年年初曾志伟回到去 又说破冰 又四大又成 又搞一场很大的忌招 又说要做好音乐 又改革 又直接把《勁歌金曲》 由以往那些所谓的 鸡勒超级鸡勒深夜11点多的时段 直接搬去9点半 星期日夜晚 对撼《勁歌金曲》 因为《勁歌金曲》 因为《勁歌金曲》它搞完颁章 真的很厉害 然后将它变成半个小时 它不是一个小时版本 你又将它变成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版本 放在哪里呢 放在J2 这样搞法? 很乱啊 是一样的 跟以前都是J2一个小时 跟着《勁歌台》就是J台 一小时 那我就不理解了 其实 你搞这么多东西 搞一大论 为什么回到原本和以往是一样的 那其实之前呢 之前已经 我已经写文写过了 即是它的收视也都不理想了 而且就是 那个没有主题的 譬如好像说Chill Club 100集 它就是有 豪哥啦 有许妍啦 有Cayenne 有这个光头邦啦 有JD啦 有Luna Isabep啦 都是一些rapper之夜 它们是有 你想想 就是这样 这首歌真的是 是Song of the Year的 我是觉得 嗯 在呼应着时代 然后你就是因为 那一集 有他们上Chill Club 是真的吸引了很多粉丝去看 好了 你静哥金福隔离台 有延明熙 但是 你已经不记得了其他歌手是什么了 那我自己的社会就会批评 我不明白 其实TVB是什么 就是他们是不是 你知道现在 现在那个节目的模式一定是 online和offline 是扣连的嘛 就是你又一定是 你一定要两样东西 有些是互相有关系 令到那些人 online看完 带他offline讨论 然后才能够 把offline那道力 又回饋回到online 就是其实事当真 他就是online 然后他推出新歌 他走去D&J 做嘉宾 就是这样 就是online to offline 然后那件事又放回online 是这样做的嘛 是不是 好了 这个是一个synergy win-win的一个策略 好了 你TVB 你的东西都放在上网 你又不说 就是你社交媒体做得不好 就是你觉得自己 自似自己的粉丝够劲 是不是 所以你就以为 就一定是有人说 其实是没有人说的 太大了 那些年纪 他们那些 所谓的基本盘的人 很少 但是也都要说一句 就是那些人说 其实延明熙 因为延明熙已经出歌了 也都打破了这个 星梦的宿命 上了903 专业推介 因为那些人经常说 商台不理TVB 不播TVB的歌 有上到的 但是你说红是不是红呢 我觉得距离 红字都真的有些距离 但是他们的粉丝是不理的 不过anyway 这个是同一层的问题 好了 总之就是我自己觉得 我自己当时的社民的角度就是说 其实你现在 匪处台板定就是一个老人台 你今年乐坛复兴 那照计你勁哥金福应该是全台 最能够吸引到年轻观众的一个节目 但是为什么都做得这么差 就是为什么你情愿让路 给李斯哲的私家大战 放在九点半对砍Chill Club 证明曾志偉呢 这个就算他做总经理这个位置 他都看漏一样东西 就是他的DNA 在里面是没得变成 他觉得综艺节目和玩game show 或者找一些人出来笑 是最紧要的 这个是他里面 主要如果你说要改 他应该说那样东西 还有你要记得音乐 你想想在Chill Club里面 你想想在智偉都可以看得到梁泳琪这些 但是为什么人家 反而Chill Club里面找梁泳琪 人家这么愿意去 反而召过来 勁哥金福是没有这些人脚的呢 最好笑的是梁泳琪是有上勁哥的 但是那个问题是 但是那个问题是 咦 为什么你又有勁哥 你又有梁泳琪 Chill Club也有梁泳琪 就是因为你TVB的做法呢 就是梁泳琪就搭曾比特 然后再加其他那首 放下去了 但是呢 人家Chill Club的做法就是 哦 你有梁泳琪 也有曾比特 因为他们两个都是环球的嘛 就再加呂着安 再加张天赋 曾比特、张天赋和呂着安 就是今年三大 应该可以拿新人奖 橫数三甲的最大机会的人了 嗯嗯嗯 那也当中他们三个 都是《全民造星》出来啦 OK 那也有人说 啊 张曼芝也有机会的 这样华纳的新人 但是anyway 人家就是有坚密咯 Chill Club之夜 你有rapper 不就是Chill Club一百集 你是rapper之夜 喂 你只是看许彦豪哥 在卡耶恩就可以了 我等到你摆 摆到第十点十五分 最后那节播 我等到你那一幕出来 一起唱 到开心啦 你竞歌金幅有没有 没有 即是你和网络脱节啊 你和网络脱节 这件事很迫 很迫好了 那到底我说了这么久 到底 到底 刚刚这个礼拜日 那一集竞歌金幅半个钟 有多少时间收拾 6.4 那你想想 当你交战S2 能够将那个所谓的鸡勒时段 一下子谷到上去接近4点 然后你竞歌金幅竟是只有6.4 喂 我就当大家说现在 哎呀不看收市了 还看收市吗 这个年代 喂 但是come on 数字就是事实 是不是 你不要说 你不要说收市 你讲话题到 那些人都是看交战S2多 不然我都不知道你加拿大那边 原来这么多人说 因为我自己就 因为我每天都是很多资讯 很涌现的 就是我知道交战是有料到的 但是我 我就没去到说 哎呀 应该这么说 我都真的有见到有些人是讨论的 有些人PM我 哇 今集呢 真是贴近到Running Man的制作 因为它是 因为它很大的场 它是外境 是啊是啊 最重要是 人家的商场肯借给你的嘛 这个都是一个话题来的 说真的 的确是 喂 大哥 它是时代广场 不是彩雲商场 你明白吗? 彩雲都可以的 对于那里的市民 是不是 不是 又或者是这样说 之前《事当真》 他们拍的那些游戏 是在亚士拍的 他们也不是亚士拍的 是吧? 其实亚士现在很喜欢租一些场 出去被人拍的 我那天去做访问七奇二 樓下正在拍电影 我看到陈吉泰 原来古天乐都在说 他们将一号地下的大堂 那摆影厂是不是 变成了拍电影厂 变成了一个银行 然后他停车场外面摆了六幕 其实我不知道他拍什么 但是总之就是 剪辑上去 剪辑上去 是啦 拍大制作 那好了 我觉得Times Square很大 都是一个 铜锣湾心脏地带 最重要的一个商场 是吧? 那这一样东西 我只是 老实说 我不收你广告费 我都welcome你来 你回到来的 那个soft sale的力量有多大 你想想 你说得对 因为 你刚才就说了 连商场 都懂得online offline 他知道这一群人来玩完之后 他那些年轻的人 都会回到这个商场 看看那些地方 TVB就永远 就记住了 到澳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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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就是在澳海城 你记不记得那次 奥运的宣传 ViuTV EraMira 十六指齐脚 在屯门市广场 大家不是去 晚上开始排队 其实都是同一个效应 其实那次是一个记者会 OK 然后到今次就是一个节目 好了 那当然明天 香港时间星期三 就是ViuTV的2022年的一个节目巡礼 预了九剪都多人了 但是呢 我觉得那个感觉是 因为始终都是 它应该不是九剪的ViuTV录景厂 九剪应该是有一个大届的Studio 就是那个大会场做节目巡礼 就是那些 就是那些 那些ViuTV Gala 那些 那我自己就会觉得 嗯 那肯定是那个电视节目播出街 那个Soft Sale的力量 很多 你想想我今天先 因为今天我去了做采访 然后呢 我就听闻 就是说会不会请陆交宣传 当然不会啦 那么贵 你只说Edan 你只说Edan 都贵了 接着Jeffrey 都不是便宜 好了 那你就想想 其实那里 那个含金量 其实是多高 你还要加上193 加上肥仔 加上AK 加上Tiger 哇 十个人其实那里都不少钱的 哇 那我作为一个时代广场的PR 说Margating 喂 你去反应吧 麻烦你快点来 最好每个星期在那里拍 麻烦你快点来 是不是 那我自己就觉得 TVB真的要很认真地去 其实已经是由年头 讲到年尾的了 就是由最初阿曾志会回头 我已经叫他想清楚 喂 到底其实你们想怎么做先 就是你们现在 你们现在是又说 要想去吸引一些年轻的观众 你声梦 那群不是不行 不是不行 你要拍青春本 我拍青春剧 但问题是 到底你能不能够将那样东西 在网上 成为一种 即延续个讨论的热度 和ViuTV抗衡先 喂 如果不是的话 其实 没意义的 就是你自己 你想一下 我们所谓一会儿讲的 鱿鱼游戏 人家的讨论热度就是全球了 OK 那你怎么搞 你想一下 当我们现在 现在顺便就是说游鱼游戏 我会觉得其实交战这个成功突击 其实TVB真的要好好认真想清楚 你还没说游鱼游戏之前 我反而偷你一点时间 因为你熟了ViuTV 那个《全民造星》 就算你说TVB有没有 其实这两样东西都有少少讨论度 就算看完看都会 其实ViuTV出来的东西 不论你是蕭生那边做了 还是ViuTV自己做 其实他没出街 其实人们都在期待着 有什么会呢 我就是敢以偶尔立下 我都立到一个 他说这个以前 Jason以前《全民造星》 但是他就因为要转了份工了 肥了了 拿着一个吉他 是是是 我都说哇 OK啊 很励志啊 就是那个人拿着一个吉他唱 哇 这么好听啊 就是和很真实 因为为什么呢 你会觉得每个人都有那个梦想 就因为不够英俊 或者当时就给这些 就是可能绿胶 跟着就是Virror 就是个个都找到自己的位置了 但是他们现在找他唱 他出来呢 不论对他自己事业 如果他是做保险就更加厉害了 如果不是做保险 就是起码这个人 又能够出来好像 将他的就是 一样他喜欢的东西 再次给他研点一下 对于香港人 好像很为正面 我觉得他们的节目现在 不是 我觉得个重点是 就是当然也都有些网民说 就是《败者重生战》这个节目 有些炒冷饭 但是问题我又觉得 咦?那看下 看下怎么办 其实老实说 这些所谓的 敗布伏活式的节目 其实外国都经常有的 你觉得 《美国最终胖模特》 不是曾经输了 那些全都重新再参加过一届 其实也是搞不一样 我自己也觉得有什么所谓 我觉得还要是有人搞 有人参加 如果那个节目本身是有心制作 我又觉得 炒冷饭就炒冷饭 但问题还要是 你炒冷饭得来 要有诚意 就不是你 有的 你不是炒冷饭得来 唉 这样 我想说TVB很惨 简单来说 你这么多种 你都没讲《魷鱼游戏》 我告诉你 我加上这些东西 你想想 每个人都说的东西 都是由《魷鱼游戏》弹出来的 是 是的 那你就惨了 那边已经弹出了 《闫鱼游戏》 说完了 没了 是啊 就是弹出了《闫鱼游戏》 但是 最惨的是 你依然看到有些媒体 是整天都是反方讨论TVB的东西 我在想 其实有需要这样讨论吗 其实真的值得这么多讨论吗 我会觉得 其实世界是很大的 我自己就觉得 不应该 不应该 只是集中讨论TVB 就算TVB 有一帮很固定的班底 有一帮很固定的 勇等 但是 又是不是需要 这么多蝙蝠 集集集都要讨论一轮 其实不用了 老实说 你TVB那些剧集 很多都是发水剧本 而已 你可以有多少讨论价值 我自己就是觉得 如果你要讨论那个标准 你是要教育读者的话 麻烦你真的要看外国的水准 我自己会觉得 有时候不是想看 哎 衰香港 喂 我啊 写了这么多文 又怎会想香港死呢 我一向都是积极地希望香港的制作能够冲出国际 好了 但是一部剧的成功呢 是真的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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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套 譬如《鱿鱼游戏》啦 《鱿鱼游戏》啦 《鱿鱼游戏》其实它 我先不讲它的剧集的好坏 我就讲我的现象啦 因为话说有一次 就是那天就去访问七奇二 中间乘搭车啦 嘩 刀姐开咪啊 开咪说 开咪讨论这部剧 接着他们在讲说 哎 我们剧不剧透 一开咪说我们剧不剧透 我们最后决定都是发版要讲剧透啦 这样就讲啦 哇 我多怕它讲了出来 我是没看的 因为我真的没看 因为我看得很迟的 就好在我下车之前 不是 应该说它开港之前 我就下车了 所以我完全听不到 OK 好了 然后呢 那你就去想一想 其实到底这一个这样的热潮 是怎么去爆出来 它一定不是一个石头爆出来 它也不是一个偶然 它是累积了很多年的情况 就是对于寒流的那些东西 一个新的阶段 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没错 没错 我们所讲的 譬如之前 比如之前 BTS 它在联合国拍了一个音乐视频 跟着又跟Coplay 有一个crossover合唱 然后你又再看回 再之前 上流寄生族 在奥斯卡拿到最佳电影 你想想全都是韩国 韩国和韩国的 你想想 其实就是继日本 在六七十年代 你知道那时候二战之后 就是日本 就是亚洲第一 就是新国际舞台 什么都是 总之就是明明一大堆外国人 中间有一个日本人 或者是明明一大堆外国人 中间有一个日本东西 是日本製造的 突然间弹出来 好了 2020年这个年代 韩国就做到了 那当然 你想想他们是倾尽全国之力 做了很多 就是有很多人出道 很多人失败 才能够有一套奥斯卡最佳电影 才能够有BTS可以杀进去联合国 你想想那件事多么难 多么难度多么高 然后去到现在 他不是只是拍摄 不是只是歌 他连试也有了 那你想想 《鱿鱼游戏》 他就是一个 他一个 应该是 很多年 大家觉得Hallu Wave 就是这个寒流这件事 去累积到一个 另一个阶段的爆发 因为其实我经常都觉得 其实寒流 因为我曾经 大家不知道 因为我很少讲韩国东西 其实我就有一段时间 很迷 韩国东西 我是迷到一个 我喜欢一个韩国歌手 叫K Will 他唱歌很好听 我是飞去日本东京 看他的演唱会 是跟那些 日本主婦一起在那儿 在那儿看他唱 他真的很好听 那 那 然后我会超买他的碟 和我自己又超喜欢EXO 那我来香港开演唱会 我自己也是有看EXO演唱会 其实我是好 和我都喜欢IU 那 但是 我是的确觉得 这两三年韩剧 他的热潮是没有早十年那么厉害的 就是我的鬼怪之后 已经是有些 鬼怪因为已经很厉害了 但是你想想鬼怪我都看不完 因为老实说 鬼怪的剧本又是有些问题 你看到特朗就 黑眼睡 死了 但是呢 女观众呢 包括我的亲戚 那些姑姐 非常喜欢看的 又买Soundtrack 又说是这样的啦 那些剧本 你明明有些一般人的想法 好了 然后我自己就觉得 由于游戏 其实呢 它是透过一个多年累积的 外国人对于韩流的仰慕 再加上一个很圆 一个很执行度很高 的一个全球的marketing campaign 的成功 它才能够有这样的效果 它的效果是怎样呢 就是其中那个 脱北者 即是北韩妹 姜曉 即是郑好娟 他的Instagram 就是因为 播完鱿鱼游戏之后 暴升Instagram 一千八百万 哇 你想想姜彤 才得了几十万 如果你真的要比较 其实真的没得比的 就是人家这些真的是国际级 就是去到那件事是 人家总要是国际荷里活巨星 都要追踪回郑好娟的IG 那你想到那件事 另外就是 几个主角 就是李正在 鄭浩娟 那几个就上了 Jimmy Fallon 那个show 做一个访问 你想想 那这样的访问 很明显就是 一早已经是时间关系 是放太 喂 其实我们一早做好了 是要这样 plan 是plan了是这样 我自己觉得 plan了是这样 如果不是怎么上 Jimmy Fallon's show 你想想 那个execution 要排期的嘛 因为是吧 你想想 人家Jimmy Fallon 做了这么多季 怎么会突然给你插个访问 一定不会 肯定是谈好了 但是 要怎样 我们第一阶段 就这样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就杀入美国 就这样 好了 所以它是非常成功的 那好了 然后由于游戏 为什么会这么成功呢 我自己看到第六集 第六集完 即是弹波子 完了 已经是只剩下十几个人 只剩下最后三集 那我就好伤不伤的 我就一早已经看完 《遗基百科》 我就知道哪个是最终的 我已经知道了 一早已经知道了 但是都无损我去看 因为我想写文 那我就真的认真去投入 那你会发现 其实它是一个很 用一个影像主导的一个制作来的 无论是它那个所谓的监仓 它那些旋转的楼梯 那个一二三木槟 那个歌延名戏 那个公仔 你跟着发觉 那些符号 圆形三角 就是分阶级 你会发觉很多东西都是很色彩 鲜艳 很容易记 很容易入口 还有背景音乐 那些游戏的音乐 对 就算 还有你想想 那些角色设定 很明显的 李正在 很明显是好人 就是 惨的好人 失败中佬 跟着 阿伯很明显就是一个 无据的牺牲者 然后脱北者 很明显就是一个 会弹起的角色 姜曉 然后最坏的黑帮大哥 肯定是绝世奸人 总之是 所以你要明白 为什么那些鬼佬 这么投入 因为其实他可能 只需要少少的英文字幕 辅助 他已经明白 这个故事是怎么玩 而且他会很容易入脑 你想想 我几岁的外生女 都懂得唱一二三木头 那个韩文 他们不停在讲 他好像在说 然后又玩那些碰堂 那些碰堂 自己都弄 连施奇姐都玩了 现在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很容易入口的 但是你想想 好了 然后你听到我这么说 肯定我有东西要批评 我自己就觉得 你这个剧 是不是真的那么厉害呢 没错 他执行度高的 他也都非常之容易入口 但是你会发现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味精 就是什么叫味精 其实他做了很多东西 就好像 我们那天 不知道 和一些朋友聊天 就说有一种 三角的脆片 我不说什么牌子了 他就说那些 那些调味粉 原来就是一些化学东西来的 他就会 令到刺激你的大脑 就会不断想吃 不断想吃 其实鱿鱼游戏 其实类似是这样的模式 他就透过刚才我说的那些 很表面的 visualize visual上面 色彩 符号 是吧 公仔 很简单 令到你很容易入局 令到 哇 好像很正啊 好像很appealing 哇 最好再看下去了 好了 我也都觉得 他的hooker 就是那些 每一集的最后尾 是有些做得都不错的 但是 你说他是不是真的那么好看呢 其实我去到第四集 我已经觉得有些 交交味出来 他又不是交 他说 如果你讲到 我这里会有些剧透的 如果你讲到你那个岛 那个杀人工厂 或者是游戏中心 是这么严谨的 你进出出入入都要探索一轮的 那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那个警察弟弟就这么进去 然后又没有人发现呢 好了 你发现了 又可以躲起来 那 还有他要认识了 里面那些 突然间人家训练了很久以来 那些不同阶级的兵 是需要知道些东西的嘛 那我就不明白了 蛤? 你就这么进去 可以的了? 那你那些探索来干什么 你不用探索了 是不是呢? 我自己就觉得 这件事是一个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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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迫 然后你还可以直接进去 那个Big Boss的一个总部 或者那间房 抄出一些文件出来 哇 他慢慢拍摄 然后那个Big Boss问 到底还能找到那个 走失了那个人 我们还没找到 你快点找 蛤? 执行 我有时候我不明白 我觉得 那我自己就去想了 其实是不是 不是编剧的 就是编剧的 就是编剧的 导演呢 为了要 fulfill 那个目的 而去省略了 细节呢 就是他们没有想得那么小 有些反驳 他们说算了 就这样先去了 过去先了 我觉得是这样 还有你想想 那个八婆 韩美女呢 就是那个八婆 整天在厕所里 又秒人 有什么理由 她是会不死 你解释不了的 是 解释不了的 喂 那你玩这么多干什么 就是如果原来 原来你那件事 你说的标准 原来是可以搬龙门的 那你玩了 是不是 你玩了 还有呢 我觉得呢 刚刚我听完第六集 就是说弹波子 我真的觉得这一集 其实本来是应该可以好好看 我也觉得是 如果是很感动的 但是 他本来 听我说是本来 本来应该是好好看 000 因为你牵涉到抉择 牵涉到分离 牵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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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很片面的 你想回头其实呢 有时候为什么我们会觉得那个角色 或者那套戏感动呢 是因为由第一步到第五十步 它很清楚告诉你 它是这样子 走到这一步 然后你去到第五十步 你要有个抉择了 所以你会为它的抉择而感到唏嘘 或者是无奈 或者是不开心 或者是想走 你回头 你正确你明白了 它有失分 那么伤失 很辛苦来到 然后 你想想其实它们经历生死 它们的感情是否真的那么深 我有点疑惑 反过来如果是那个主角牺牲 大家就很清楚它为它哭 不过现在又反过来 你肯定就是 你正确肯定不会死 那你就说 又是这样 好了 反而脱补者和那个 那个 老友 那个孤儿 那个孤儿 我都觉得还好 还有我自己也都觉得 阿里 即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的那个 巴基斯坦 也有点感动 也有点OK 哎 但是就是觉得 整套电影本来这一集 应该最容易 取悦到观众 感动到观众 但是我一看就说 嗯 我一般的 我觉得它 它拍得不好 低手了 那个剧本 低手了 在这里显出那个剧本 低手了 不过你说 那些人进了一个局 是啊 最初引了进去 你很少认 哎呀 那局太吸引了 是啊 那个问题就是 大家放了下去 那个游戏 游戏 那个 啊它怎么玩呢 怎么才赢你呢 哎呀怎么输呢 但是你没有想到 就是你没有想到 其实 它的人性描写 其实是很 它性格描写 其实是很薄弱的 你想想 其实如果你说 说紧张刺激 我觉得扯大纜 很刺激的 是啊 但是你就是因为扯大纜刺激 你是因为 那个官能刺激 那个剧本刺激 然后 你才记得故事 而不是因为 他那个人 经历了些什么 他性格有没有转变 喂 那你正在有没有成长 我又不觉得他有什么成长 反而你说 姜曉 脱北者 可能都会有些 那我其他就会觉得 哦 还有因为譬如韩美女 你不会 哦 你会恨她 或者你 德寿 就是黑底大哥 你都会觉得 哦 你会更加恨她 抵死 但是她的大反 做得很成功的 是啊 但是你会发现 其实 很肤浅了一些 是啊 是啊 反而呢 我自己也都要 专专去看这个 金制之国的友妻 Alison Borderland 我看了第一集 他都深的 那我自己就 我都会再看下去 但是因为我先写了 鱿鱼游戏 那我就要看 那我会觉得 我会觉得 我会觉得 鱿鱼游戏就是 那种味精 哇 那些门面 要做得很好 你会很想看 但是其实 你想想起来 其实它里面都不是特别精彩而已 就是如果你在说 如果你在说那个 剧本 就是 勾心斗角 展露人性 你看回头三季权力游戏 哇 那些比较多的 那些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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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是啊 还有别人制作到不少钱 我自己就会觉得 当然我也都不对 如果我用权力游戏 你和游戏游戏来要比 其实是有些比较多的 但是 我自己会觉得 好了 譬如我刚才讲开说 如果你去看李静哉 李静哉 怎可能不看 二千年的《触不到的戀人》 他和全自然那套时光 就是平行时空的经典 喂 这套就真的是写情了 这些是令到你想回味 就是很多剧你想回味 天与地 或者是《寒魔的》 有时候我自己看回 我都会感动 又或者譬如好像 有些美剧 譬如我之前说的 《Sex Education》 我会想再看回 或者譬如好像《Stranger Things》 我都会想再看回 但是 因为由于游戏 我想再看回 我未必了 因为其实老实说 我都知道它的结局会是怎样 或者我都知道它的游戏 你都是这样玩的了 没有东西令人回味 它只能够吸引到你看 但是它令不到你回味 那就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说人气之选 就并非佳作 这些全都很小的 你觉得对 但是它展露了 比在这个美国里面 其实我想今次 在90个国家里面 成为冠军的讨论 法国又开餐厅 大家排队争进去 其实它这件事 是一个迪士尼乐园 就是说我们 是一个市场的战略 因为韩国剧已经去到这个地位了 但是电影又得了 唱歌的女团 男团都得了 今次来一套Netflix 全世界都得了 你想想外国明星都follow 我想他们某程度上 觉得他们很惹在 为什么他们这么吸引呢 那么他们进去follow了之后 他们都看剧本大的嘛 个个都会觉得 但是他们真的不得不佩服 就是韩国有这一种 就是那种 就是你要marketing 要marketing 你要看剧本吗 有 不过就不是这一堆了 那么其实就是 就是fair地说 他的这个marketing campaign 用这些去巩固自己的一个 就是在亚州 show business 是很成功的 就是说其实他们的show business 已经是国际级了 已经去到国际级了 因为他百货中百客嘛 就是你想想 你说说日本的show business 不行吗 其实我觉得现在日剧 都烂船有三斤钉的 但是他的影响力 真的没有韩国那么厉害 还有我也都会觉得 始终外国人 对于亚洲人 有一种东方人 有一种fantasy 就是会有一种 哇 你这么有趣的 就是他们会觉得很奇怪 就是他们会觉得那种 比如语言 一二三木头人 他不断地说韩文 那么你会想 模仿他把女声 他怎么样 就是我觉得他很多东西 很容易很fantasy 那尤其是现在 你知道什么东西 都是share先的嘛 instagram share先的嘛 喂 我当然是告诉你 我看由于是他凝对 凝对做其他东西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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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觉得这个讨论引伸下去 就是说 人家原来引证就是 人家韩国的show business 已经是能够和国际一线 和美国接轨了 和美国接轨了 那你看回来 加上未来 11月16日 Disney Plus 就会来香港 登陆香港 那其实呢 都挺值得看的 73元 一个币 就给7个讯件 可以用的 如果你给年费 扣扣 可能你每个月 每个月坚持 你给7个人用的话 可能你每个月 摊分 都是8个多 一个月而已 极度抵用 极度便宜 还要4K 支援4K画质 好了 那有什么看呢 绿带品牌 嗯 Disney Pixar Natural Geographic Star Wars Star Marvel 和Marvel 好啊 其实如果你适当喜欢 一样都爆了 都已经得了 OK 那譬如 你说 我一样的 其实我一样的 Marvel 那我会想看 National Geographic 又或者我会想看 Star 因为呢 因为他们收购了Fox 有齐了 32季的The Simpsons 就是700多集齐脚的 那我就会很想看 我就会很想知道 有什么看 好了 那然后你就引申一个点 就是说 当你一个月 我70多元 可以任看 有4K 然后旁边又有Netflix 然后我再给多几十元 我又可以看 王Viu 然后ViuTV 也有东西看 好了 那你算一下 还有YouTube 嗯 你TVB排队的 你想一下 就是 你说得对 对不对 就是你要想一下 那件事 其实你TVB 已经是 人家说 最后一段 那第二段 最后一段 那就是 你还有什么 能吸引到人 你还有什么能够吸引到别人 去连 回去 你这个台 有很多东西 曾志偉 所以其實尤其是蕭世禍也過去了 到底他是不是真的能夠 扭不扭轉所謂的扭轉 或者改不改革得到呢? 當上一個星期就是講道指克 過回去黃view 他就是做合拍劇的 就是做Viu Original 你知道其實Viu也是做韓劇而已 然後他的放眼就是亞洲 但是不是賣錄 然後TVB放眼大陸 那你就是說其實你TVB那個世界 你就越來越向了大陸的位置 那其實如果是這樣 我不如直接看大陸的東西就行了 如果他的定位是這樣的 如果他堅持說自己是做一個香港人的電視台 那就麻煩他給大家看一些真是誠意 有些事情真的要想清楚 我到底是要怎樣做 其實會不會是 會不會是其實你想想 現在他有五個頻道 其實是不是太多呢? 其實我不是叫他撿 而是你想想他自己也有賣TV Super 其實他會不會真的可能好像上個星期 我講說有線寬頻 他是不是逆手的? 給新世嘉賓 鄭家純 鄭家純 他們可能其實真的想著放棄收費電視牌照的嘛 那沒有人說一定要吃光五個台的 你數目頻道 可能他的廣播牌照是有這樣的要求的 那你就要想一下 到底怎樣可以善用這五個頻道 然後善用賣TV Super 有一個convergence 有一個統合 即是你能夠帶到一些人去買賣TV Super 我老實說 以前我小時候看美劇 就只是看明珠台而已 國際台都有的 但是很明顯明珠台的那些劇 吸引很多 好了 現在我看什麼分數都看不及了 然後又弄多個Disney Plus出來 是的 那你真的要TVB 即是要想一下 有時候那些人經常都會說 為什麼猶特東你經常都只會去罵TVB 不如我問一下你 到底TVB還有什麼這麼吸引 如果大家覺得TVB吸引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我是覺得完全你不照樣去看 沒有所謂的 但是那個問題是 那個時代不會是黏著你一起走的 你是脫節就是脫節 是不是 所以很多人說電視是一個黃昏的行業 即是電視這個模式 坐在那裡看著電視節目 你想想香港人所的改變就是 第一 先是因為有些東西 為什麼不看TVB 但是然後大家就發覺 那不看TVB就看其他那間 ViuTV把握著這個機會 製作一些人覺得會有興趣 貼近一些大家的生活 不論大叔的我又好 怎麼樣怎麼樣 大家都喜歡了 或者《全民造星》那些reality show 好了 接著就到網上高地 你說網上網下 大家互相接連 這兩個台 如果就算當年MIRROR 我都不喜歡看 那就看Netflix了 香港人已經習慣了 再加多一件事 你都說Disney Plus 還可以有七個戶口 一個帳戶用七個戶口 總之分給七個人看 分給七個人看 糟了 你說是不是 你的選擇就是 我就當你有ViuTV TVB 這個只不過一堆東西 裡面其中兩個選擇 而當ViuTV已經是高過你的時候 就算同類型 它都高過你這麼多 加上Netflix之後 說TVB 難道我不看Netflix 走去看 賣TV Super 如果我是這樣 那我寧願看賣TV Super 至少有些外購日劇 看一看 或者有些經典劇 我都會看一看 但是現在 你仍然要維持免費台的節目 那你就要想到底有些什麼 譬如之前我們說 什麼同理起長大了 譚莫英姊姊那個 那個其實是好看的 大家經常都以為我 不說TVB 不是我有看 不過我不說而已 譚莫英那個好看的 情懷 很多情懷的事情 情懷 其實TVB應該適合 要適合做一些事情 我覺得情懷這些事情 萬事萬靈 大哥 小時候譚莫英姐姐 黎智珊姐姐 大哥 第一集看到龍秉基 我都嚇一嚇 原來她在美國 她頭髮白了 其實是正常的 然後你就想想 其實這些節目是好看的 但是你要想想 但是你也不能夠 只是做一種集體回憶的節目 但是我覺得問題是 你會發覺整個台 很沒有活力 就是很多事情都是 你知道他們的規矩也有多多 其實ViuTV也有多的 只是ViuTV那邊 相對很有活力的 大家的勢力在你 那TVB真的要想一下 到底怎樣去挽留 我覺得這個問題是 尤其是我之前已經說過 其實去年 《全民造星3》 攻破了10點半線 到今年奧運之後 9點半線都失手 到現在都未上回20點 其實TVB真的要想 到底她要怎樣做 嘩!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今年的台慶劇 就是升了一下仁依環號 又有鄭嘉兵 又有馬明 周嘉怡 我都覺得我都會忙一下 OK 但是你想想另外一套 那個什麼 啊 啊 譚進燕做的 嗯 有時間才看 就是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 如果你吸引人 你一定要令人覺得 首選 我是No.1 我一定要先看你 但是那個問題是 你經常派一些牌出來 哎 我排到第10 對不起了 第10自願 我真的有時間才看 沒有時間就不看了 那你做電視節目 你一定要成為別人的第一自願 你無論是ERROR自肥企劃也好 無論你是七九星都好 你都問七九星 今天問了七師傅 他說肯定是開第二季了 喂 大哥我都想看看 就算你 就算你不看七九星 你都要知道七年閃電在哪 那有些事情你就真的要 要知道 那你就要成為別人的第一自願 我突然想起 就是你做電視就是要 你的節目 你現在的競爭 不是以前廣播到 無線鬥壓視 你現在是全世界 那你就要成為別人的第一自願 你這個很好 這一集 每個星期 你這樣分析下去 大家記得 尤大東有自己的IG 他有自己的專欄在AM730 大家也看他寫的東西是完全不同的 希望大家都繼續支持我們這位好朋友 加入他的IG和Facebook IG需要你 IG需要你 請follow 因為我很想這樣說 但我也想試試今年 到底能否破到50k 肯定 這件事不用懷疑 不是的 都有點吃力 現在多少 現在多少 46 做成先 好吧 我祝你 我覺得你11月已經到了 這個我 希望 希望 不行 11月不行 很難 很難每天升這麼多 除非我每天都寫 我不知道我看是怎樣 我現在近來寫一些小眾多 不要緊 多謝你 多謝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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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